這期影片要介紹一款AI修圖軟體 Lumaneo 這是一款零基礎修圖工具 可以說在你看完自己的教程之後 就可以使用Lumaneo去修圖了 這對於你發布資料明的內容 做做YouTube影片的縮圖 還是處理你的攝影圖片 都是非常有幫助的 我是Greyson 這頻道主要是分享關於YouTube頻道運營 瀏覽邊線以及網路創營的內容 我每週都會分享三部影片 所以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大家可能逐漸意識到了 AI人工智能在慢慢成為大局勢 今天介紹的Lumaneo 就是一款非常強大的AI修圖工具 我在用過一段時間之後 就發現Lumaneo真的太適合我這種懶人使用了 我只需要找到我想要修改的地方 選擇我想要加入的效果 然後拉動一下數值滑快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了解很多技術層面上面的東西 我只需要知道如何把這張照片變得更加好看 我相信這是大多數人對於處理照片的需求 如果你覺得FollowShot Lightroom這些照片的處理軟體比較複雜 你不想花很多時間去學習這些軟體才能夠開始處理圖片 那我強烈建議你去使用Lumaneo 接下來我會展示給你如果去使用Lumaneo去處理圖片 現在我進入到了Lumaneo的界面 首先我教大家如何更改界面的語言 一開始它的界面是英文版的 你需要來到左上角選擇Lumaneo 這裡有個語言設置 然後你可以選擇你想要的語言 這裡會有簡體中文、繁體中文都是有的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Lumaneo的界面 是比較乾淨整潔的 在左邊就會有菜單欄 右邊就是你照片的土庫 想要加入照片會有兩種方法 比如說我選在這裡加入照片 這裡可以選擇加入一張照片 甚至加入一張照片 或者說我返回目錄 這個時候回到了單影影像編輯 想要回到最初的界面我選擇所有照片 現在是我最初打開的界面 然後這裡我可以拖露我的照片 這種方法也是可以加入圖片的 如果你覺得這樣的圖片比較大 在底下可以讓你調節圖片的尺寸 例如我選擇50% 像我圖片就縮小了 然後可以在右邊看到有很多預設的合集 比如說我可以選擇大城市登海 在這個合集底下會有很多種類 例如說我選擇這個電子城市 甚至可以看到我圖片裡面加上了一層預設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預設 你想去掉 你可以選擇這個標誌返回 現在又回到了最初的圖片 接下來我會展示給大家 如果使用Lumaneo去處理人像的照片 例如說我選擇這樣的照片 然後選到這裡編輯 現在我進入到了Lumaneo的編輯界面 在左邊會有圖層 我可以選擇這個加號去添加圖層 這裡就有不同的圖層給我選擇 例如說我選擇加入這個圖層 像是加入一個這樣的效果 當你在圖層右肌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會有三個選項 隱藏圖層 複製圖層 移除圖層 例如說我想移除圖層 剛才那個圖層就被移除掉了 在右邊就是工具欄 會有很多的圖像處理工具 供你選擇 例如這裡有專門處理人像的工具 比如說我可以調節一下這個模特的臉部 首先第一個就是臉燈 這裡大家要注意一下 Lumaneo中文的晶片翻譯 它有時候是不準確的 你需要實際操作之後 才能夠感受到 原來這個功能是這樣處理的 例如說這個臉燈 它的功能就是給臉部加上高光 例如說我可以調整它的數值 我們來對比一下 這是調整之後的 這是調整之前的 你就可以看到我臉部就亮了很多 然後底下會有個選項就是 苗條的臉 這個就是瘦臉功能 我們來對比一下 這是調整之後的 這是調整之前的 可以看到臉就瘦了很多 在底下你可以調節人物的眼睛 例如說你可以調節它的紅膜 你可以調節成不同顏色 例如說你可以調節成灰色的 現在你可以看到 它的紅膜就變成灰色的了 或者可以把它變成貓的 這樣它就有個貓眼 然後底下還有各種屬性 例如說你可以加上紅膜閃光 這樣眼睛就顯得更加有神 或者說放大眼睛 你就可以看到眼睛放大了 然後可以對眼部進行美白 最後可以看到它的眼白變得更白了 然後還有眼部增強劑 可以消除紅眼 底下還有去除黑眼圈 改善眉毛 底下可以調節膚色 其實這裡翻譯是有錯誤的 調節膚色就是調節它皮膚 第一個調整數量就是 對皮膚進行美顏 我可以把素質調得高一點 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模特的皮膚就變得非常好了 非常的光滑 我們可以對比一下 這是調整之前的 這個是調整之後的 皮膚的膚質調得非常多 然後底下還有一個設置就是 可以移除皮膚的小刺 接下來我換了一張照片 我們可以看一下 女媽NEO是如何處理身體上面調整的 比如說我選擇塑造這個功能 就可以看到 這個功能就是可以讓人物進行瘦身 然後可以調節腹部 可以看到腹部就被縮進去了 可以再更明顯一點 像腹部就變得非常平坦了 接下來使用另外一個原相處理效果 原相閃景 比如說我調節第一個選項數量 這個就是會讓背景有種虛化的效果 我們可以看一下對比 現在是原本的圖片 現在是加入效果的圖片 可以看到背後的景色就變模糊了 然後也可以調節一下具體背景屬性 例如說可以把背景變得更暖一點 像整個照片就會有種暖色調 或者加入一些光韻 都是可以根據你自己的審美去調整的 大家看到這裡 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希望你能為這部影片點個贊 感謝你的大力支持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一下 Rumia Neo是如何處理風景照片的 像我只要加入一張風景的照片 我們選擇第一個選擇打光這個功能 這就可以讓人進行各種調整 你可以選擇調整進出的亮度 我們可以來對比一下 這個是調整之前的 像是調整之後的 然後也可以調節遠處的亮度 例如說把遠處調暗一點 這是調節之前的 這是調節之後的 然後也可以調節深度 另外境界設定也可以調節去光環 近處暖色、遠處暖色 例如調節一下遠處暖色 把它調節成更暖一點 就可以看到整張照片就有一種暖色調了 如果想回到最初的狀態 可以選擇這個標誌 就可以重置了 另外一個功能就是氣氛 這裡總會有四種模式各種選擇 物、乘物、水氣和寶物 例如說我選了水氣 再加上一些數量 就可以感覺到我這張圖片會有瀰漫水氣的感覺 然後還有其他各種調整 調節深度以及調節亮度等等 接下來一個推薦大家使用的功能就是 人工智能遮罩 我們選這個選項發展 選擇遮罩 選這個人工智能遮罩 像AI就在處理一張圖片 像AI就處理完了 就建立了不同的遮罩 例如說人類的遮罩 例如1neo就準確的知道 這個是人類幫我做好的遮罩 然後還有天空的遮罩 這裡就是天空 所以它就能夠很好地幫助你 去準確找到特定的物體 比如說我通過這個功能去單獨調節一下天空 我可以選擇這條件 在這裡面我可以調節一下曙光 像我天空就變得非常亮了 也可以交一下陰影 底下還有很多屬性 例如說我可以調節一下顏色 例如說我可以把天空變更暖一些 然後保厚度高一點 所以我認為人工智能遮罩是非常方便的 接下來功能就是太陽光線 你可以加入太陽的位置 例如說我把太陽交到這裡 然後可以調節一下屬性 調節它的數量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看到 有個強的太陽光就出現了 然後還要關於太陽的設定 光線的設定 然後太陽光的色調等等 這個功能也是非常有創意的 接下來功能就是 Lumineal可以對照片進行更換天空 我選擇這個天空選項 這裡可以讓我選擇不同的天空 例如說這裡會有非常多天空的種類 比如說我選擇這樣的天空 現在就可以看到 我的天空被置換成這樣的天空了 不僅如此 水面上面的天空也是變成和這裡一樣了 然後我可以調節屬性 例如說地平線的位置 也可以調節它水平的位置 可以看到我所有的調整 水面上面的天空都會相應的調整 也可以進行倒影的設置 可以調節倒影的清晰度 可以把它變成更清晰一點 Lumineal這個功能是非常好用的 可以讓你發揮更多創意 我想複製一張照片的效果到另外一張照片上面 你可以選擇右擊 選擇調整 這裡選擇複製調整 然後選擇另外一張照片你想複製效果的 例如說這樣的照片 我右擊 選擇調整 黏貼調整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 我這樣的照片的天空就變成和這樣的照片一樣了 然後你可以點進去 再做細微的調整 還有一個好用功能就是 Lumineal可以使用AI去快速移出電線 例如說這張圖片裡面有一個這樣的電線 我可以選擇橡皮擦工具 這裡有移出電線功能 現在就可以看到 剛才電線就被除掉了 我認為這功能也是非常好用的 Lumineal真的是讓所有人都有能力去修出好看的圖片 我建議大家通過消防鏈接去免費開始試用Lumineal 我也為頻道裡面的觀眾去提供了專屬的折扣 如果你打算購買 可以輸入我的折扣碼 選擇這裡Enter Promotion Code 這裡輸入我的折扣碼 選擇Applied 就可以立馬節省10% 我想知道Canva最新的AI技術 輸入文字就能夠形成藝術圖像 一定要去看我這支影片 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 歡迎個讚 一定要記得訂閱頻道 支持我IG可以和我有更多互動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拜拜